你 再给你 你让他们别再打了 要不然我跟他们一块儿死 大不了同归于尽 我一个死都不会说 独立 嘘 你 说 那九万两黄金 就藏在我们家以前阴楼的地下 人有 唐小姐有这么多家人有 哪一家 丹马路那家 唐小姐 如果我在那里没有找到 你就会亲眼看到这些人 一个一个地死在你的面前 以后 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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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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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闻先生 你没事吧 我 我不死 我要活着 我要看到日本鬼子 死在我的前头 我 我要活到我们国家 大声掌着那一天 曲姐 最近这么忙啊 以前你可是每天没打构就不回家的哦 没什么 有点小事 太好了 曲姐 刘老板 是我呀 我是刘志文医啊 曲姐 这不是刘传一吗 传一 曲姐 我可不可以单独和你说几句话呀 你们烦不烦啊 来完一个又一个 我都说了我会尽力的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过年逼债呢 曲姐 我都快急疯了我 我的家里实在待不住 我只能来找你啊 曲姐 既然你们有事 那我们就先走吧 对 对对对 我们先走了啊 你们有事 我们先走 我们还是啊 再见啊 好 再见啊 你到底想怎么办吧 等等 走吧 我跟你说啊 曲姐 你不是整天跟我说 有眉目有眉目了吗 到底什么眉目啊 阿兰是不是还活着 他如果活着 他人到底在哪儿啊 你们送刘老板出去 曲姐 你别这样啊 不是 你跟我说 快回去 你们打死我 我也不会走的 别放我 曲姐 我求求你了 我只不过是想知道 阿兰的情况 我求求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跟哪些 日本人交涉 交涉到什么程度了 我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见我们的阿兰哪 我跟日本人谈的 都是桌子底下的话 要是能端到台面上来说 不用你问 我早就告诉你了 回去等信吧 阿兰的命 就是我的命啊 连命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秘密不能说的呢 曲姐 走 快出去 你别推我 快出去 你别推我 你放手啊 快出去 别推我 你放手 立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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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干什么 你给我说句老实话 你到底能不能把人给救出来 还有 承担到救人的钱 到底是不是交给日本人了 还是被你自己私吞了 你说 刘传一 你是不是想找死啊 你觉得你用一把破枪顶着我 我会怕 君姐 看在我们俩以前好过的份上 我求求你啊 你告诉我 阿兰是不是已经死了 我跟阿兰可是蝴蝶命啊 如果他死了 我也不活了 不过在我临死之前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 说 想知道是吧 好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没有帮你找了什么狗屁唐兰 程老板的每一分钱 都在我一个人的口袋里 你听懂了吗 我确实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知道你是骗我的 我知道你是一个讲信用 讲义气的人 你不能这样 专业 干什么 把钱放下 我要打死他 我要打死他 专业 程老板 你来得太好 这些人我实在受不了了 这笔买卖就到此为止吧 你们另请高明 找其他人去救你那个唐兰吧 你把程大哥的钱还回来 我叫你把枪放下 你听见了没有啊 大哥 已经三天过去了 阿兰是不是已经死了 你说他死掉了 你看见他的事情了吗 你们都这么说 都说他活着 他要是活着 他人在哪儿 你们俩是蝴蝶蜜 你活着他舍得死吗 他如果没死 你把他带到我面前 我要打死他 你把冲到那个枪还回来 把枪给我 我不给你 我叫你把枪给我 我爱人不活了 我 大哥 你撑回去 放下 我回去 大哥 我不回去 回去 我不回去 我陈医非跟你保证 不会让唐兰小义跟头发 我会安全把他给送回去的 回去 大哥 回去 去吧 学姐 见过来了 这是一百万 来 兄弟 点点 不用数了 我信得过你 好 如果有消息的话 就尽快通知我 嗯 好 先告辞了 程老板 请 唐岚 你快骗我 我没骗你 那些黄金确实是藏在 以前银楼的地下 胡说 我分别了所有的地方 别说黄金 连个马都没有 你当然找不到 因为我藏得很拧闭 我还在上面做了标记 你又在撒谎是不是 没有啊 我只是在阐述我没有撒谎的事实 如果你能够 找个医生过来给他看病 我就马上告诉您 记号在哪儿 你把我当笨蛋吗 你把我当笨蛋吗 如果你跟我换一换 你会相信吗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杀了我 你 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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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从现在开始 每天这个时候 我都会来杀一个人 一直想到肯说为止 有吗 拔开 您姐 她 好 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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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好不容易睡着了 你让她多睡一会儿 你没事吧 没有 还不穿过 能到的真乃 你们都很努力 一把吗 是 啊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你沒事吧 月亮 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月亮 月亮 朱先生 朱先生 听说你会说日语对吗 是 为了执行任务 我学了半年日语 那每天到这个时候 他们都会带你去审问 对吧 他们想知道民间抗日组织的 其他人的是谁 那审问你的那个日本军官 和池天荣座相比 谁的职位比较高啊 什么我的 是个中卫 叫千叶达也 那太好了 麻烦您 一会儿见到千叶 你就告诉他 说我知道一个地方 藏了九万两黄金 可是池天想独吞 一直在逼我 我快扛不住了 就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你说我会输出藏亲的帝鬼 麻烦您一定要带到 这 朱先生 你带着来 朱先生 你告诉这个鬼子 就说我想见池田 有急事 是 这女孩 想见到池田少尉 去市场注意 她们去池田少尉 是 走 大哥 大哥 走 去喝 快 上 少尉 禁救都好 来 是 是 唐小姐 你该知道 我希望从你的嘴里 听到的是地点 或者是 记号 而不是为了那些什么同伴 求仪 问妖 浪费时间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要向天皇发誓 等你得到九万两黄金后 你要把 求是里那五个犯人给放了 不许再伤害他们 要不然 你绝子绝孙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没有问题 你现在就发誓 好 我现在向天皇发誓 只要我得到这笔黄金 我就 置放那五个人 否则 我就 端子绝孙 可以吗 好吧 那我们坐下来 悄悄地说 坐这里 悄悄地说 不必了 唐小姐 这里 是 我的办公室 不会有其他人 你可以 大胆 放心地说 怎么 难道唐小姐 想刺杀我 不必白费心机了 唐小姐 不必白费心机了 我只是担心这儿 会有窃天气 那我今天就满足你的 一切要求 这批黄金 就藏在我的银楼下来了 不是大马路那家 是四川路附近 附近 附近哪里 你到了四川路上 你就会看到一间土地庙 在土地庙的左边 有一棵大榕树 你绕过大榕树 向左再走五十米 你就能看到一个大水池 在那水池下面 下面 下面 什么 大水池下面 埋着一具尸体 一个连猪狗都不如的日本人的尸体 他的名字叫做 植田荣座 就是呢 马上 千葉主尉 你怎么知道 注意报告 现在犯人 尋问 这女儿 有很多钱 疯了 误会 这种犯罪 你怎么想要尋问 这种犯罪 你怎么想要狼狗 狼狗 狼狗 什么狼狗 我都没有知 你怎么在这中心里 你怎么在这中心里 这是地下组织 隐藏的地方 在池中 地下组织 隐藏的地方 是 中尉 你想知道这个秘密吗 是 你说 行 我是在租界开阴楼的 去年中秋节的时候 就是这个人 带了三个日本兵 扛了很多箱子来我们店里 箱子里装的可全都是黄金呢 简女人 你敢冤枉我 放开 轻衣 轻衣 你继续追将军 他让我把九万两黄金 融成二十块金砖 诸位 我要听他瞎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人 你当然不认识我 但你知道 我们有几十年的融金经验 所以你才来找我的 你撒谎 诸位 他撒谎 包括我有九万两黄金 我早回日本了 我还找他干什么 因为那些黄金上 都刻了我们国家银行的标志 就算你拿回日本也用不了 诸位 你不要相信他 继续学下去 任正物证都没有 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说 这不能证明什么 不能证明什么 你要物证 等黄金挖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物证 至于任正 都被你杀了 我从哪儿去弄任正 八个肉金师 全都被他杀了 这个畜生 连他自己的人都不放过 那几个日本士兵也被他杀了 我亲眼看到 他拿日本军刀头死了他们 他们死得很惨 他死了 他死了 这瘟狗人 老远 白弓刀 帮我 他死了 这瘟狗人 你说的那些火烟金 就藏在这个水池子底下吗 不在水池底下 在水池附近 而且不在一个地方 分别藏在六个地方 是我不愿意告诉他们 唐老板 并不是我们每一个日本人 都像他这样 对待你们中国人 所以 咱们坐下来聊你 好吗 好 我没有什么条件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我亲手杀了这个畜生 他杀了自己的同胞 跟我没关系 可是我爸和容金师傅的仇 我一定得抱 他在二十一岁 我舅舅 他老婆刚生下儿子 连儿子的面都没见过 就像死了 周美 您有孩子吗 您知道 失去亲人的痛苦吗 如果您肯定让我抱这个仇 我一定告诉你 你六个藏经的地益 绝不保留 您放心 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诚信 再说我是您的阶下求人 如果我杀了 你可以马上杀了我 如果我杀了这个畜生 好 那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如果他还活着 我相信他不会犯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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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 我相信他不会犯过你 你怎么犯有ORE 我贯得了 这个神东 所以我竟然вер Bianca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老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老板 刘老板 没人 那边 好 那怎么回事 淳于啊 去哪儿了 怎么连门也不锁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干什么 这都怪我 怪你什么 你还说 你还好意思说 你还说 说 说 怎么回事 说呀 是 是这么回事 我家有个远房亲戚 她说和日本人出现 她说只要花六十万块钱 就能把太太救回来 可结果我们家少爷 一把钱给她 这个爱钱倒着拿钱以后 她人就跑了 这满城找也找不着啊 不要说了 而且这事也不怪你 陈老板 其实她都跟我们说了 她对这个人不熟悉 不知道她的为人 可 是 我们想把司马 当成活马医呀 谁知道 好 谁知道 算算算 破财消灾 钱都是身外之物 好吧 好 老婆人 这个 陈大夫给你把外卖说啊 你甘期欲节 早晚都要服药 而且一个礼拜 要把三次卖 谢谢 山本大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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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死鬼子 光知道收钱 屁事不办 我早晚一枪养蛋地 扫死你们 屈姐 外面有人找你 说是程予菲的儿子 没完啦 我烦着呢 把她轰走 是 屈姐有事 不想见你们 回去吧 为什么啊 我们都等了好几天了 我们就想问问屈姐 有没有别的消息 对啊 我警告你们啊 今天屈姐心情不好 别让我轰你们走啊 我心情还不好呢 我要闯了 干什么 你 快去 站住 快去去 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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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烦不烦哪 有完没完啦 屈姐 我是月亮 月亮 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星星 太阳流传一那些扫把星 来来来 坐 屈姐 我是来问问蓝姐消息的 本来一开始我很有把握的 不瞒你说 以前这样的人 我也不止救过一个两个的 你以为那些死鬼子 真的就那么爱国吗 有钱有关系怎么都行 偏偏这次就不行了 我花了足足四百万 一个字没胜 全花出去了 可连唐兰被日本人哪个部门抓了都不知道 不在陆军参谋部 也不在防卫总司令部 谁都不知道唐兰到底在哪儿 屈姐 我最近看到了很多日本军车上面插的那个军旗 跟很多军旗不一样 什么样的 是中间有一个太阳 旁边有很多射线那个 那不就是死鬼子的陆军军旗嘛 不是啊 我平时很喜欢玩打仗的游戏 那 那个军旗的中间的那个太阳 是往左边偏一点点的 我敢肯定那是日本海军的军旗 海军 我都快把整个日本陆军军部翻遍了 还真没想到海军 要真的是海军 那就好办了 我跟他们大佐太熟了 唐朗曼 你告诉我们的地方 我已经把人挖过了 很遗憾 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挖得不够深啊 我记得当初 谭老板 我跟池田荣作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没有什么耐心 我希望听到的是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肯定是你们挖得不够深 我要听的是实话 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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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恶子 唐老板 我的手枪里还有三发自卖 如果你再不告诉我实话 那么第一枪 我会打你的手 第二枪 我会打你的腿 第三枪 我回到你的脑袋 我都说了我没有撒谎 你再往上发 往上发 就知道我没有撒谎 喂 喂 喂 是 大佐 你们是谁啊 这边是达雅 你们是 杭兰的犯人捕捉了吗 是 是的 我认为她是地下组织的人 我现在在尋询 快去找她 为什么 大佐 她是地下组织的人 如果再尋询 我会找到一个人 你没有赞到我 这是軍事秘密 快去找她 这是我 是 是 是 我 是 就算太太已经遇纳了 我们也要把尸体抢回来 是啊 程老板 您在租界的名望这么高 跟总统的关系有这么好 您得说句话 帮帮我们啊 如果你们真的要去的话 我也没办法阻止你们 但我要告诉你们 去了也白去 所以我不会帮你们的 欣欣啊 叫车 把刘老爷爷跟刘老太太送回去 好 程老板 程老板 你可一定要帮我们的 程老板 你一定要帮我们的 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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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药油来 ued though 妈 阿清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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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喂 程老板 这回你可得 好好出点血 谢谢我了 洗干净耳朵 听清楚了 日本人在两个小时之前 就把唐婪给放了 你放心 一根头发丝都没少 曲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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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黑暗当我脸 管他哭还无边 如果生命起点 是一条风眼展现 心有蔚蓝的天 工具就不会沉淀 让奇迹慢慢出现在明天 人生 谁不是好少年 谁会没有渴望 只要心灵像月光 总会有一天看到奇迹的光芒 人生 谁能明昏 黄芒 只有你笑中 爱才有力量 爸 爸 爸 不管是黑暗或明暗 走下去 唯有你的梦想 姐儿 爸 在风雨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同样 有纵有路障 只有星铭向月光 多一天看到清晴月光芒 你想不用辉煌 坚持不险再漂亮 从爱再多 依然走过终枝昂扬 在黑暗地照月光 不起来不绝望 不放弃就会等到奇迹崩溃 在风雨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同样 路总有路障 只要星铭向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亮光 我真蠢啊 我 我怎么那么傻呢 梁管家还提醒过我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我怎么就不听他的呢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菜牛是个骗子呢 菜牛 你有种这辈子就别回租建 要不然我看见你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你等会儿 你跟我说说 这菜牛是谁啊 他跟梁管家什么关系 你赶紧说呀 菜牛是梁管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他是个汉奸 但是他说他有路子可以救你 我见你好几天都没有消息了 我一急我就信他了 我就把六十万给他了 让他疏通关系 你怎么那么傻呀 没事啊 过去的事就当过去了 就当咱们没有存过这六十万 别再想了 好吗 阿兰 我怎么能忘吗 六十万哪 六十万啊 六十万可以把咱爸妈 要活到七十多岁呢 我怎么这么笨哪 我怎么这么倒霉我 行了 咱又不是七老八十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吗 对了 程老板说呀 想让我去他那儿当总经理呢 那你去当总经理 我怎么办 我总不能天天在家吃闲饭吧 正好说呀 他请我当总经理 我可以聘你当个主任什么的 好啊 好啊 那怎么行呢 我是一个大男人 前半辈子我总是跟在你身后 别人说我是你的小跟班 后半辈子我还这样 那我这怎么有脸出门啊 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可告诉你啊 我看过咱爸妈的首相 咱爸至少可以活到八十多岁 咱妈的生命线就更长了 活到九十多岁应该没问题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到底是想要面子呢 还是希望爸妈 能够长命百岁衣食无忧呢 好吧 我就不要面子了 行 就这么定了 明天啊 我就去跟程老板提这事 好好说吧说吧 可是还有一个事我想不明白 你不是说 是曲姐和程老板救的我吗 可是我跟曲姐只见过一面 她为什么要救我呢 我去给你封医院 等会儿 这事得说清楚了 那个 阿蓝 这事说起来呢 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 你不会告诉我 你给她用了美男剂吧 就我这样还美男剂呢 我说了 你就知道笑话我 真是的 刚一出来就笑话我 你不知道 别人在背后笑话你呢 笑我什么呀 别人 那算了算了还是不说了 你说 还是不说了 我们大男人 那是心胸宽广 你们小女人 我说 你说不说 说 说呀 他们背后笑话你 说程老板喜欢你 是不是真的 他们瞎说 我跟程老板就是朋友关系 我就知道吗 他们一定是瞎说的 阿蓝啊 这次程老板花了不少钱 才把你救出来 他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他送给了曲姐两成股份 曲姐才答应把你救出来的 以后啊 我们一定要对程老板好一点 我 我 你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 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 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地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 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 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所有 漫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地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没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